华为的O 现在来讲解一下我们的超声道的详细的操作界面 这个是我们的点距 这个是我们的能量 这个是点语点的总长度 这个是1.5的 它是默认的 有默认的功能的 装上哪个头就是默认哪个头 这个呢是我们的扫描键 扫描键 这个是屏幕的亮度调节 然后这个蓝色的区域是我们4.5所操作的部位 然后换上我们3.0的呢 这个是我们3.0的操作的部位 每一个部位所用的那个碳头都不同 1.5的呢是全脸都可以做的 然后这个点距的话 我们一般的年龄分布是35岁左右的 35岁到40岁左右的用4.5 1点不是1.4到1.6的点距 40岁到45岁的是用1.2到1.4的点距 45岁以上的皮肤比较松弛一点的 就用1.2左右的那个点距 嗯可以了 响我们的那个边iser 都是只有群伸的 呢 不是